在这篇我们发表论文里,我们可以了解软晶小鼠大致是如何进行分析的 而这里是我们所做的蛋白印记实验,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当然首先你得处理好蛋白样本,这非常关键 我们提前进行的小鼠组织的裂解 经过离心,沮丧氢液,加入试验的上氧缓冲液,加热使蛋白质变性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份组织种蛋白样本 这是一套BioRed的电影系统 我们需要借助它,让不同质量的蛋白跑起来 根据所分析的蛋白大小,制备不同浓度的STH配取凝胶,装备好系统,进行上氧电影 电影结束后,我们需要将凝胶的蛋白转移到印记膜 这里,我们选择PBDF进行转模 具体针对不同蛋白大小的转模方法有很多 不同实验条件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优化 本次我们选择施法并域70幅恒压连小时条件进行 蛋白结合印记膜后进行免疫反应 首先我们进行蛋白封闭 根据不同蛋白看底说明书进行免疫反应 反应完成后就可以加入化学反应剂进行检测了 后期就可以进行软件分析了